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卢君洪台长作为世界和平大使 世界华人的心灵导师 弘扬人间大乘佛法 广度天下有缘众生 二十年来 卢台长无私望我 舍己无畏 以佛法智慧苦力苍生 将和平之光普照世界 白化佛法阐释深奥佛理 妙法视线指导现代人生 心灵法门是全世界七百万佛友 结缘佛法 离苦得乐 创造无数人间奇迹 卢台长也被尊称为活菩萨 观世音菩萨的化身 至今 卢台长亲赴澳洲 亚洲 欧洲 大洋洲等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 举办近百场弘扬中华文化与佛法的大型演讲 在全世界掀起一股学佛修心的热潮 并被世界各国的媒体关注与报道 作为佛法的极大成者 人类灵魂的心灵导师 卢台长为世界和平与文明发展所做出的突出贡献 受到世界各国的关注与认可 2012年 卢台长受邀赴哈佛大学弘扬中华文化 并获得在英国伦敦举行的世界宗教联合大会 授予世界和平奖 与世界和平大使殊荣 卢台长还在英国国会上一月 获得颁发英联邦民族社区特别贡献奖 2013年 德国柏林全球文化外交峰会 为卢台长颁发世界和平杰出贡献奖 2014年 意大利九复盛名的歇纳大学 任命卢台长为荣誉课作教授 在美国国会举办的世界和平峰会上 卢台长再次获得世界和平大使殊荣 并在联合国倡导的全球和平文化分会上 获颁世界和平教育大使奖 继去年马来西亚三万人法会成功举办之后 卢台长心系众生 再次来到马来西亚这方宝地 弘扬佛法 普度有缘 今日 我们有缘相聚在沙巴 共沾伐喜 共募佛光 感恩观心菩萨慈悲成全殊胜因缘 也特别感恩来自马来西亚和世界各地的法师们 佛友们 义工们 感恩大家 现在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 恭请尊敬的卢军红台长 请卢台长接受博友敬胜的鲜花 咱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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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迎来了2015年 希望新年给我们带来好运 感恩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的 观世音菩萨龙天护法 让我们有缘在沙巴相聚 共战法衣法喜充满 谢谢 感恩各位 嘉宾法师和来自全世界 二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佛友们和义工们 新年新气象 祝福大家身体健康 广度有缘 万事如意 功德圆满 美丽的沙巴 虽然位置处在 保近台风灾害的菲律宾的南面 但是台风从不会经过这里 说明沙巴地区也是佛光普照之地 当今社会 我们除了身体上的疾病 我们精神紧张 有自闭压力 有忧郁 有恐惧 所以 物质的欲望 挤压着我们人类社会精神的空间 让我们天天活在更多的烦恼之中 我们每一天都在焦虑当中生活 世界卫生组织预测 二十一世纪是精神疾病的世纪 所以我们人活在这个世界上 天天觉得压力太大 做什么事情都有压力 我们不能放松自己 我们就是偶然的休息 我们的心永远没有 平息 所以我们上班担心被开除 结婚担心离婚 坐飞机担心失事 我们用钱担心被骗 吃饭担心肥胖 生孩子担心养不大 我们老年人又担心会不会变得痴呆 我们连睡觉都担心 我们连睡觉都担心 我们会不会失眠啊 苦啊 我们心灵 我们心灵活在这个世界上 因为不正常 所以就会导致你的精神方面的不正确的判断 所以现在 所以现在为什么家庭的纠纷多 因为每一个人的共业是自私啊 因为先生为先生想 太太为太太想 想一想都是为自己在考虑 怎么能够和谐 怎么能够和平啊 所以要为众生想的人 才是学佛之人 要为对方想的人 才是一个善良之人 台长告诉你们 精神的压力造成 精神的不正常 我们要学佛要念经 会让你的心情开朗 我们要懂得知因懂果呀 因为我们不知道上辈子造的孽 所以我们这辈子就会觉得冤枉 觉得难受啊 如果我们知道自己过去的因 我们一定会懂得现在的果 如果多学一点佛法 知因懂果就会让你身体健康 心灵更健康啊 在澳大利亚有一位佛友 他从小在喉部长了一个小的瘤 那么医生呢 就跟他预测说 长大之后 这个瘤可能会变成癌症 有病变的可能 就是这么一句话 让这个我们的佛友 从小担心 天天活在恐惧当中 一直活到二十四岁 精神紧张 年纪轻轻 头发都脱落了 只有二十四岁 现在学博了 他懂得了 他相信菩萨会救我 他相信 度人念经 天天发喜 他相信 只要做好人 菩萨不会不保佑他 我们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 之后 半年 学佛之后的半年 这个小刘居然找不到了 他说 我早一点学佛 我也不用二十四年 换来这么多精神的压力的痛苦 我就不会发生这些事情了 现在他们全家念经 拜佛感恩观世音菩萨 我们人的心啊 是最容易动摇的 想一想 过去一对夫妻结婚 讲话 君子一言 四马难追啊 现在的孩子 刚刚还在结婚呢 这里手机马上打给另外一个 我也很爱你 但是我没办法 我已经结婚了 想一想 现在的人的心 天天在乱了 而我们的心怎么样不让他动摇呢 实际上要学佛呀 要懂得我们的心是自由的 佛告诉我们说 欲望无边 凡事有度 一切要适可而止啊 所以中国的传统也讲究中庸之道啊 做什么事情不要过分 吵架也不要过分 什么事情都放在当中一点 我今天不去伤害别人 我今天好好地对别人 我什么事情把良心放在当中 这就是中庸之道 就是适可而止 如果心中还感觉有烦恼 有恨 有嫉妒别人的心 说明你的心已经有病了 所以很多人说 我没病 想一想 哪个喝醉酒的人说自己喝醉了 我们人有病态 我们都说自己没有病 其实要懂得 我们只要心中有嫉妒 有恨别人的心 他的心一定会很痛苦 所以我们不要再去给自己本来已经很痛苦的心 增加更多的烦恼 我们要懂得 人生所有的快乐 不要把它当成永久的快乐 那会过去的 也不要把自己所受的痛苦当作永远的痛苦 学佛人 善待人生 你们一定要学会忘我 忘掉自己心中只有别人 就像母亲 母亲为什么伟大一样 因为母亲的心里只有孩子 没有自己 这就是母亲的伟大 而佛的伟大 因为佛的心中只有众生 没有自己啊 学会忘我的人 一定会摆脱痛苦 台长要你们经常问问你们自己 假如你已经走到了生命的尽头 准备对你的孩子和孙子说出你一生当中 三件最重要的事情 是什么 你要死的时候 你应该问一问 最遗憾的一生是什么 一生让你终生受益 感叹万分的是什么 第三 如果没有孩子 没有工作 没有钱 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如果一个不学佛的人 要死的时候 他最遗憾的 他会说 我没有让我的儿孙多赚钱 如果一生让你终生受益的是什么 他会说 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好人 都是他们对你好 做任何事情都是有目的的 第三 如果没有孩子 没有工作 你是什么样的人 他会告诉你 记住 人活在世界上 没有意思 因为没有钱 没有工作 没有孩子 我赶快就去自杀吧 想一想 想一想 听听 学博人的 是怎么说这三句话的 第一句话 你一生遗憾的是 我们要死的时候 我们会难过 我们没有孝顺 父母 长辈 我们的良心 还没有 第二 我们一生让终生受益的 要为别人活着 我们要学会 学在感恩当中 第三 我们要懂得知足常乐 事事无常 今天拥有的不代表你 永远拥有 我们要学会吃苦消夜 终生受益 快乐 你才会满足 人生难得 经已得 佛法难闻 经已闻 没有钱 没有工作 没有孩子 我是一个快乐的人 一个真正自由的人 一个开悟 想得通 棒得下的人 一个懂得 人生无常的 圣人 有一个精神非常忧郁的人 他坐在咖啡馆的角落里 一个老人看着他很痛苦 这个老人走上前去说 小伙子啊 你一定是遇到什么难题了吧 如果你愿意 我愿意帮助你 这个小伙子冷冷地看了这个老人一眼 他说 你帮不了我的 老先生 我的问题太多了 老人掏出名片 说 如果你相信我的话 我会让你想通 我想带你到一个地方 你能跟我去一次吗 结果这个小伙子就答应他了 这个老人家就带着这个小伙子 开车 坐到了郊区 一个地方 下车之后 这个老人家指着一排的墓碑 说 小伙子 你看见了吗 只有在这里的人才会没有问题啊 我的孩子也是经不起人间的风浪和烦恼 自杀 提早 离开了人间的 这时候年轻人的眉头松了 他把他的难处 一一向老人家诉说 人生是一个不断遇到问题 并不断地解决问题的一个过程啊 实际上我们到了这个人间 只是一个过程 记住了 只要你活着 问题永远不会解决 也永远不会断 只要用智慧 才能解决问题 你才会得到快乐 懂得果报 我们今世之苦 是上师 上一世没有修好 今世的福报 我们不嫉妒别人 是别人上一世的 积福积德呀 用佛法的智慧人生 你才会真正的幸福 只有懂因果 你才会生活呀 如果在报纸上 看见 有一个人中了几百万的大奖 大部分的人会想 说不定我也有中奖的机会 所以才会有越来越多的人 去买彩票 当报纸上看到 有人出了车祸 大部分的人会想 这种倒霉的事情 怎么可能在我的身上发生呢 这就是人性的两大弱点 贪心和侥幸的心理 不学博的人 永远会贪 因为他不知道贪心 会让你变得越来越愚痴 不学博的人 他会有侥幸的心理活着 可能没有问题呢 我们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 就是在残害自己的慧根 我们要控制好自己的感情 我们才能烦恼去除 痛苦不再 希望我们学博的人 一定要懂得爱惜自己的慧命 我们今天能够活着 就是一种福啊 所以平安就是福 希望大家好好珍惜 人间的缘分啊 台长经常跟大家讲 为什么有的人觉得活得很幸福 有的人活得非常的痛苦呢 记住了 贪心不满足是恶根啊 因为我们不满足啊 我们永远觉得不够 学会几句话 对你们今后的生活 会有很大的帮助 经常说 我够了 可以了 我满足了 会帮助你排除很多心理障碍 找到事情 每一个事情的优点 会帮助你排除每一个事情的缺点 有一个父亲拿出两个苹果 一个很大 但是很酸 还有一个很小 但是很甜 给两个孩子 两个是姐妹 一个姐姐很自私 这个妹妹呢 很随缘 妹妹呢 经常快乐 这个时候呢 姐姐呢 一吃大苹果 不开心了 怎么这么酸呢 妹妹呢 一吃小的苹果 哎呀 真甜 真开心啊 姐姐一把把她的苹果拿过来 把那个大苹果给妹妹 结果姐姐 一看 这么小 妹妹一拿到那个苹果 哎呀 真开心 这么大的苹果 想一想 心是靠自我调节的 一个人开心和不开心 都是靠着自我调节的 所以同样一件事 你能看到不好的事情的优点 就是正能量的心态 如果一个人看谁都讨厌 不管看见谁 先找别人的缺点 那它就是负能量的表现 现在的人 要让别人看得顺眼 很难啊 连自己的孩子都看不顺眼 自己的老婆也看不顺眼 老公也看不顺眼 难啊 因为人的心啊 在不断的运作当中 学博 学法 要懂得慈悲之心 看别人都可怜 看别人都是好人 你的心中只有好人 看别人都是坏人 你的心中充满着敌人 所以心中不满 就是看到人间太多的 不如意的事情 今天来的佛友们和朋友们 能够笑得出来的人 说明他还有很多善的东西 如果一个人笑都笑不出来 他看见所有的人都很讨厌 如果卢台长今天坐在这里 看见你们都很讨厌 我来干什么 因为我的心中看到了你们都是佛 都是菩萨 就说明台长心中充满着菩萨 充满着佛性啊 我很开心啊 我过去还不知道马来西亚有个沙巴呢 他们告诉我说沙巴很远 我以为是一个好像很远的一个农村啊 郊区啊 昨天一下来 我没想到沙巴很繁华啊 很好啊 很漂亮啊 而且我知道沙巴学博的人很多呀 感谢我们的佛祖 感谢观世音菩萨 所以好心态是幸福的关键 我们烦恼与快乐 成功与失败 就在你的一念之间啊 台长经常在节目当中啊 每天在回答广播里回答 很多人打进电话来 说要台长看图腾 实际上包括今天也有很多人 最好前面都不要讲 就听听台长 帮我看看我爷爷在哪里 我祖宗谁谁谁在哪里 我的家里 我的孩子今后怎么样 都喜欢看这些 台长呢 看到过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妈妈 打进电话 就是前几个星期啊 请台长看图腾 台长看他脑子还清醒 但是腿不好 眼睛不好 鼻子不好 而且看出他的腰 摔过之后 没有矫正 站久了就会酸痛 也说他的肠胃不好 还掉头发 心脏不好 胸闷 台长还看出他晚年 骨头不好 老妈妈马上承认 自己有骨质收松 我想把这段录音 放给我们大家听一下 谢谢大家 不太大 那个我是北京 我是属兔的 1939年的兔 挺好的 你这个老人家 神清气爽啊 脑子淋得不得了 但是两个腿不好 对对对 关节不好 还有告诉你 那个眼睛不错 鼻子不好 知道 还有腰不好 对对对 我摔过 我告诉你 根本没有矫正过 对没有 所以你现在 这个腰部 这个腰椎啊 稍微有点弯 所以你站的时间久了 你这个腰就会酸 对是 是的 而且你坐了久了 腰也会酸 对对的 还有肠胃也不好 对对是的 还有那头发有点掉 对对 还有要注意 你心脏不是太好 对您说的对 太对了 所以你就呼吸就觉得特别累 特别闷啊 是的 你这个人瘦很长 但是在晚年呢 是的 晚年的骨头非常不好 骨头 比方说手臂呀 骨子疏松 骨子疏松 还有手臂 手臂呀 酸痛 对对对 还有肩膀酸痛 都是骨头问题 是的是的 您说的真对 谢谢 人实际上很傻的 有时候很烦恼 有时候呢 又很郁梦 一会儿呢 就想通了 一会儿又想不通了 所以实际上 是你心灵当中的 一种困境和困扰 所以大家记住 如果我们陷入了 郁闷当中 其实就是在 自伤自怜啊 所以不能伤害自己 我们没有人 逼着你要想不通 没有人逼着你要 难过悲伤啊 是我们自己给自己 造成的压力啊 台长告诉你们 因为一个人烦恼之后 会加重的病状 心里郁闷 只会消沉于 那一点 翻天覆地 想不明白的 小我之中啊 大家知道吗 有一个人 他在家里 本来过得很好的 自从搬了一个邻居之后 他的心就开始难过 觉也睡不好 饭也吃不下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他的邻居 在他家里门口 挂了一个 很小的八卦镜 自从这个八卦镜 一挂之后 他就觉得 他们家里 一直在倒霉啊 其实他们家 过去也蛮倒霉的 他就恨啊 他就觉得 为什么他挂八卦镜 把我的风水传弄坏了 然后他去买一把 很长的宝剑 挂在门口 接下来 人家就把他的门都砸了 想一想 谁给你找的麻烦 像这种事情 实际上念几遍大悲咒 他不要说 挂八卦镜的 就是十八卦镜 都没有用的 因为菩萨的法力 无边 我们要懂得 不能一天到晚 在自己的小我当中 我们东南亚 很多地方都喜欢 风水啊 看风水啊 什么 实际上风水有用吗 有用 但是风水呢 只能占预 你人生的百分之二十 名字有用吗 有用 有的人的名字太大 真的把你压垮了 但是这些呢 都是菩萨 不提倡的东西 菩萨让人正信正念 不要去沉迷在这些八卦之中 菩萨让人要懂得信佛 要开悟 要懂得人生真谛 那就是无常 所有人间让你今天再好 再多的拥有 又能让你带上几年呢 所以我们要懂得 不要自愿自毁 我们不要自伤自责自己 很快的 你就会陷入长时间的忧郁当中了 所以懂得人生苦短 我们的一生只能往前进 我们一定要忘记过去 我们就会解脱 台长告诉你们 小时候我们有多少事情过不来 多少事情难受 感到非常的绝望 现在还有这种心吗 我们当谈恋爱第一次失败的时候 我们伤痛欲绝 不想活在这个人间了 现在经过这么多年了 有家有孩子了 你就算看见过去的情人 你也只能看见他笑一笑 那种伤痛的感觉 全部都没有了 所以一个人不能老在回忆当中痛苦的活着 要向前看 要向更多的地方看 那要向远看 看哪里 看看我们今后要到哪里去 我们要到西方极乐世界 我们要超出六道 奔向四圣道 我们要回到观世音菩萨 母亲的怀抱啊 在有一个农村呢 他有一种十分奇怪的风俗 当一个人死的时候啊 他们这种风俗很好玩的 他们呢 家里人呢 就会为他把衣服穿上最华丽的衣服 然后呢 口袋里给他藏很多的钱 给他头上戴个帽子 脖子上挂上金项链 两个人 两个人呢 站在尸体的两边 一个人呢 代表着主人 还有一个人呢 就代表着死人 然后呢 两个人就是开始对话了 很好玩的 他们怎么对话的 他们说 两个人对话 你生下来 有没有带钱到这个世界啊 那个死人就回答了 没有 他们马上就把尸体 穿的衣服当中 口袋里的钱全部拿出来 他们这样 很好玩的 然后又问 你来到这个世界 有带来金首饰吗 那个死人又说了 没有 接下来 他就把他尸体上的金首饰 全部拿出来 接下来 又问 你来到这个世界上 你有穿衣服吗 没有 于是把这个死人的帽子啊 衣服啊 全部脱下来 穿到棺材里 实际上这个故事就是告诉我们 我们的一辈子不能将世界上任何的东西带得走的 当我们离开人间的时候 我们带走的只是心中的一种忧伤啊 所以我们不能把忧伤带走 我们要带走我们的善良的心 我们要带走我们的慈悲 带走我们的感恩的心啊 所以学博人首先要学的就是要感恩啊 我们要感恩父母亲 我们要感恩培养我们的老师 我们要感恩所有的佛友们 成全了我们的学佛的精神 要感恩所有的法师们 感恩所有的能够让我们懂得人生道理的师父 还有我们的父母亲 我们的长辈啊 这种感恩心才会懂得慈悲心啊 希望你们用真诚的爱 这就是要修出五蕴之外的空间的爱 那就是慈爱啊 在人间我们找不出任何完美的事情的 记住了 能够想通了 想开了 就是完美啊 所以人间做事情顺利就叫完美啊 我们今天做一件事情 能够顺顺利利就叫完美 顺利靠的是什么 你们知道吗 靠的是缘分啊 我们顺利就是随缘的人 一个什么事情都能够随缘 这个人就是无所谓 你做什么事情都会顺利 今天太太跟你说 叫你做什么 好没关系 可以啊 出去 好啊 会有什么矛盾发生啊 就是不随缘 什么事情都要有个我 我们出去好吗 不出去 为什么今天要出去啊 你今天对我好一点 是不是想明天又出去约会啊 台长经常说一个笑话 因为我沙巴没来过 所以我再讲一遍给你们听听 有一个女人嫉妒得不得了 什么都要嫉妒她老公 每天回来要检查她老公 身上有没有香水呀 头发呀 天天要检查 有一天什么都没检查 她又叫了 啊 你这个人怎么这样的 老公说你什么都没发现 你为什么还要不开心啊 你这个不要脸的 你连秃顶的女人你都要了 记住一句话 我们恋人见事情 不管什么事情 靠的是随缘 如果能够无所求 你才会无所不有 我们不求什么事情都会有 当你有所求的时候 你就会无所不求 你什么都要 养成一种习惯和品质 见人见事情 总是去发现 人的美好的一面 会增加你的信心和感恩心啊 我们将这种发现 要成为一种习惯 看见别人 先把别人往好的地方想 你的心态就会善良 看见别人 就把人家往高深的地方想 你的境界就会越来越高 人的境界与行为 完全有赖于你的境界呀 记住 我们要拥有更多的平等心 我们心才会放平 一切丰平 一切才会丰顺 所以要想达到一凡丰顺 心要尽 意要明 我们真正的开悟 就是想通想明白 我们的孩子是讨债 还债来的 我们的父母亲 那是来还我们的债的 我们在人间所受的痛苦 那是我们上辈子欠的 有了这种心态 你才能好好地 过完你一生啊 台长说了 一个人不能有功高我慢之心 一个人要总觉得 自己是最差的 学大海 海纳百川 要懂得 大海这么伟大 永远处于地最低处 如果你总觉得自己是最好的 这就是拥有烦恼的开始 所以人不要以为自己是最好的 就是评论别人 你们就是给自己带来无限的烦恼 想一想 如果你天天评论自己的太太的毛病 接下来 太太一定会给你找出 你更多的毛病出来 所以我们其实要学会一句话 己不证 焉能证人 一个人自己要证 你才能教导别人 所以评论别人 本身就是一种过错 同样看不起别人 也是一种错误 心灵法门 台长从来不评论任何一个法门 台长认为 所有的法门都是好的 都是救人的 所有的法门就犹如医生一样 各个不同的医生 在救度不同的病人一样 我们选择一个适合自己的法门 就是你最好的法门 所以尊重其他的法门 才会让你心无挂碍 无挂碍顾 台长 讲一个小笑话给你们听听 马路上有一条警犬在走路 一个狗啊 他看见马路上有一条普通的狗 看不起他 结果他就气势汹汹的去质问他 跟那个狗说 我是警犬 你是什么东西啊 结果普通的狗不孝一顾的看着他说 傻瓜 看清楚点 我是变异 笑的人不多 说明没听懂 台长告诉大家 不要总是按照自己的想法去要求别人 台长经常要自己自我勉励 要谦虚要学会尊重别人 尊重任何一个学佛的人 因为他们都是未来的佛呀 我们要按照别人的想法来要求自己 这叫随顺随缘啊 不为他人想 你永远得不到你想要的东西 所以一个人活着就不停的要为别人想 你就会得到很多你要的东西 活在世界上任何事情本身没有好坏 是因为我们人对事物的发展的执着心 才在心中分出好和坏 烦恼是执着而来的 痛苦也是执着的果呀 想不通就会得鱼吃啊 就是因为不能换角度来思考问题 执着就是业障的根啊 所以希望大家要懂得学博人 绝对不能执着 我们对任何事情都要从好坏两个方面来看 在清朝有一大户人家 有一个少爷 他天天一来伸手 饭来张口 过日子 他身心愚笨 有一天早晨 他刚刚起来 朦朦重重的东张西望 突然看见一个丫鬟在整理房间的女佣人 他一把把他拉住 他问 昨天夜里我梦见了你 但是你梦见我没有啊 那个女佣人说没有啊 什么 明明我在梦中梦见你 你为什么还要当面跟我撒谎啊 吵吵闹闹的时候 老夫人来了 老夫人见了这个公子 公子就告状了 说我明明见了他 为什么他说没有梦见我 他曾经欺主啊 就是欺负我了 结果 这个老夫人说 孩子啊 你很多事情不懂啊 因为你这个做梦是在虚幻之中 我们人活在这个世界上 就犹如公子活在虚幻的世界当中 那是一样的感觉呀 因为我们把人间当成我们永久的家 当成永远不会离开的地方 实际上人间是虚幻无常的这个地方 是让我们来还业在的地方 所以我们永远不能把它作为一个实实在在的世界 它是强加给我们的一种幻觉 有如一个人想不通 他生气的时候 你还要别人跟着他一起生气 我们小时候经常想不通 现在大了都想通了 台长告诉你们 我们今天还有的烦恼 等到我们五十年之后在哪里呀 我们小时候十几岁的烦恼 现在又到哪里了 人生苦短 想开想明白 那是智者 人生苦短 能够破迷开悟者 那是智慧 学博的人 那是有根气的 他们就是跟博有缘 我们活在人间 靠着原本在生活 今天我们不要恨别人 因为我们都是有缘众生 希望大家好好的珍惜善缘 对所有的长辈 要像自己的父母亲一样看待 对自己所有的孩子 世界上的孩子 都要把他看成像自己的孩子一样 这才是佛的境界 尊敬众生 爱护众生 我们才能在众生当中成长 我们才会拥有菩提心啊 台长告诉大家 在人间受苦消夜十年 你会距离天上十尺 也就是说离天上越来越近 你在人间享乐挥霍十年 你距离地狱只有十尺啊 凡事要站在别人的角度 为别人想 你就是慈悲啊 在人间 你太看重什么 你就会成为他的奴隶啊 你看重的钱 你就会成为钱的奴隶 你太看重这个人 你会成为他人的奴隶啊 很多父母亲 一辈子为孩子 不就是为孩子的奴隶吗 想一想 修心就是要把这颗心 修好 把人间什么事情 都不要看得太重 要懂得存放在心里 把心里善良的 全部拿出来 把心中的恶 全部要去除 这样你的心 就会越来越善良 台长告诉你们 人的心就是一个包 你装什么 他就拥有什么 所以不要让自己这颗心 装上太多的烦恼和肮脏啊 要装上慈悲和感恩 这样你才会得到菩提心啊 我天天在做节目 有一次呢 一个听众反馈在公交车站 他度了一个坐轮椅的老妈妈 离过婚 而且儿子对他不好 所以老妈妈收拾东西 要离家出走 那很惨的啊 这位童修就把台长的碟片呢 给他看了 老妈妈看了五个小时 连饭都忘记吃 最后他开始念经 只念了一个星期 儿子打电话就把他接回家了 老妈妈又念了两个星期的小房子 自己就能走入了 轮椅就扔在家里 现在他可以跑着去拦出租车了 我给你们听一下录音 谢谢大家 我三个星期前 在一个公交车站 坐了一个坐轮椅的老妈妈 他离婚了 儿子跟他关系也不好 那天他要离家出走 旁边放了一堆东西 我看了之后 就把师父的碟子介绍给他了 他回去花了五个小时 他说那天饭都忘了吃了 看完了他就跟我要金书 叫我问我怎么念 结果他念了一个星期 他儿子就给他打了两个电话那天 过来把他接回去了 我说你要坚持给他念几节奏呀 他说是我坚持 结果他说他儿子现在对他好得很 那个语气从来没有这么样的 后来他念了一个星期的功课 我跟他说一定要念小房子 你的腿有救吗 他说他在大医院花了几万都没有好 我说你一定要念小房子 你会好起来的 结果他就马上就跟我要了小房子 他念了一个星期的小房子呀 念了有一天晚上看手机的时候 两道白光从手机上出来了 就有效果 他说他那几天真的腿就不疼了 他现在念了三个星期的金 念了小房子两个星期 他这个星期在马路上 轮椅完全就不要了在家里了 他打电还跑着去南低死 他很高兴 他说他现在他天天除了念经 只要又有空就念经 念了经常什么都忘了 现在你知道了吗 为什么台长会在法会上 叫人家就站起来啊 走路啊 现在知道了吗 对 我要继续去努力的去帮助别人 谢谢 我们在人间啊 越想要的事情啊 它离你越远 你越不要 它就离你越近 你真的要的时候 都找不到 它不来的 你真的不需要它的时候 它都在你面前出现了 所以我们懂得一个人生 就是有一种叫求伯德苦 还有就是爱别离苦 还有人生的八苦里边 就是我不要看到的 我非要还要天天要看见它 实际上就犹如刚刚结婚 你不想要孩子 你就一直不要孩子 等到哪一天想要生孩子了 你就不会怀孕一样 我们学佛人一定要学会面对人间的现实 学会面对 你就不会这么烦恼了 知道这个人间就是来受苦 来还债的 那你就不会这么痛苦了 我们就要远离颠倒梦想 因为我们很多的痛苦都是梦想 想不到我们就难过 对不对 大家知道 有一个女孩子非常喜欢刘德华 大家知道吗 她没有钱 结果去跟刘德华拍了个照片 为了这个事情 刘德华还做了心理治疗 她这个求不得 她难受 她一定要去求 最后她很痛苦 这个女孩子的父亲 最后没钱 最后自杀了 所以大家想一想 求不得 就是梦想颠倒 因为人以为得到 实际上你得不到 你会痛苦 要面对烦恼 要无恐怖 一个人怎么会恐怖的 因为你天天跟别人作恶 你一定会害怕 你今天去告她 你都不知道过两天 她会告你呀 现在的人的 嫉妒心 称恨心 非常的重啊 你现在老婆 你骂得得吗 你随便讲老婆一句不好 晚上让你闲得个饱 盐给你放很多 结果那个老公说 怎么这么闲的吗 她就说 你不是经常说 我是嫌妻吗 人的报复心啊 非常的厉害 所以要懂得 我们不恐怖 才能处一切苦 不要去对别人伤害 人间种种的苦难 要度过去 就叫度一切苦恶 不要让他生成 什么叫生成 难以生成 就不要让他去把这个灾 这个难 这个恨 这个嫉妒心 让他去生成 你就不会有苦难 需要去解除他 这就是不生不灭呀 没有智慧 什么也得不到 所以无所得 这就是无智亦无德 亦无所得故啊 天天在念经 好好地理解理解吧 人心能制造出善良 也能制造出邪恶 所以万事为心造 今天有个好的心态 把别人都看成是菩萨 你活在菩萨中间 你就是活在极乐世界啊 有一个笑话 说一个女主人要请客吃饭 她对佣人说 今晚我有客人来吃饭啊 你能不能做些什么特别的菜啊 这个佣人跑过来说 太太 你是要客人们 今天晚上吃了之后 再来呢 还是要他们吃好之后 永远不想再来吃了 这个笑话就是说明 一个人的心啊 可以使人成佛 也可以使人成魔呀 所以要记住 心悟成佛 悟就是开悟 当一个人开悟之后 你就成佛了 心迷已成魔 一个人心中一迷惑 这个药 那个药 那你就变成魔了 要降服自己的恶念 恶心 找回本源 我们人是善良的 佛陀说 这个人啊 那个 我们佛陀当时 刚刚出生的时候 就说 开悟之后就说了 世人皆具佛性啊 就像我们孔老父子讲的 人只出性本善一样 所以 我们怎么样 要让自己 把本来的善良的东西 找出来 你们知道吗 当一个人恨别人 就相当于一个电脑的 Anti-Value 就是那个病毒 你恨别人 你病毒就进来一点 我嫉妒别人 我又在心中 又有一个病毒 然后我又 愚痴做错事情 我难过 我后悔 心中都是这些 不好的东西 这个时候 时间长了 你的电脑就会死机啊 我们的心中 装满的仇恨 装满的嫉妒 总有一天 你的心脏 会受到伤害的 心会受到伤害 所以希望你们 要懂得 做自己良心的主人 不要做贪心的奴隶啊 我们不能做奴隶 有欲望 你就是贪欲之魔 贪越多 魔就越多 所以良心就会留不住啊 因为你心中都是魔心 怎么会有良心呢 所以善心多的人 魔心待不住 希望大家广结善缘 做有一个良心 有一个慈悲心的众生啊 有一位年轻的作曲家 去参加一个贵族的party 一个会议 聚会 那么很多都是伯爵 公爵 他们都是很厉害的 他们看见这位年轻的 这个作曲家 就嘲笑他 好像看不起他 刚刚出来嘛 这个作曲家呢 就感到很自卑 他就跟他的朋友说了 说我很难过 他们都看不起我 结果呢 他的朋友鼓励他说 在这个世界上 公爵很多 但自信的你 只有一个 这个作曲家 受到他的鼓励之后 就是成为后来的 贝多芬 他写出了 他流芳百世的音乐篇章 所以人永远不知道 谁哪次不经意的 跟你说了一句话 这句话 可能就会有能量 让你拥有一生的受益 佛告诉我们的一句话 知足常乐 所以让我们终生受益 知足的人 那才会快乐 今天你们坐在下面的人 能够快乐的人 一定很知足 很多人还不满足的人 一定不会快乐 台长要你们 学博人的基础 就是 珍惜人生啊 因为在人间 争斗 只会增加仇恨 不能化解 冤解啊 台长希望大家 知足减少争斗 常乐 拥有 美好 人生啊 珍惜 每一个缘分 有一天 有一个人 随便的和你说 啊 再见了 可能 你这辈子 再也 见不着他了 缘分就这样 断了 就没了 所以 有缘分的时候 要珍惜 等到真的 无缘了 我们也不可惜 人生就是在 无中生有 有中生无东 失去了一切呀 希望大家要懂得 有一位木匠 他砍了一棵树 把它做成三个木桶 一个装垃圾 叫垃圾桶 很臭 众人都躲着它 一个装水 叫水桶 众人都在用着它 还有一个装米饭 虽然称为饭桶 但是众人都靠着它活着 饭桶也好 水桶也好 垃圾桶也好 实际上木制都是一样的 桶都是一样 因为装的东西不一样 我们人的命运也是这样 我们拥有这个人生 也是如此 装什么样的心态 你会得到什么样的果报 和人生啊 所以拥有好的心态 装上慈悲和感恩 我们就会拥有菩萨一样的生活 和美好的前景啊 人的一生 决定你一生的命运 人间的苦痛 让我们更懂得珍惜生命 生命要活在希望当中啊 台长告诉你们 世界上只有想不通的人 没有走不通的路 不管顺境逆境 我们要消业障 真不会来助援自己的人生 竞争心 无法制造出任何美好的东西 傲慢 无法产生任何高贵的东西 学博人拥有一颗善良的心 能画出无限的能量 去化解人间无限的烦恼 对人间的烦恼 要从自我身上去找毛病 例如 很多男人非常讨厌 女人的猜测猜疑 往往是因为 这些女人们猜得太准了 一定是这个男人有毛病的 所以台长告诉大家 有人经常问 我很善良 为什么台长我很痛苦啊 而有些人这么恶 他却活得好好的呢 如果一个人的内心痛苦 一定说明这个人的痛苦 在心中有相对恶的存在 你们仔细听好了这句话 很有哲理的 就是说一个人只要感到痛苦 他心中就有恶的东西存在 如果内心无恶 则无苦 如果一个人心中没有恶念 恶语他不会有苦的 例如感到自己钱赚的少 工资低 住房不够大 经常有生存的危机感 心中常生气 认为一些人没有文化 却非常富有 自己有文化 为什么只有这么一点收入 太不公平 在家里 人人都不听我劝 我感到非常的气愤 其实你应该懂得 今天的收入足够养你的家了 有房子你不会流落在街头 只是面积小一点而已啊 完全不要为这些感到痛苦 因为痛苦来自于你的贪心 所以你就会苦 没有贪心就不会有恶心 不贪的人哪来的痛苦啊 所以看到社会上 没文化人发财了 说明你有嫉妒心 觉得自己的文化高 那是傲慢心 以为有文化 就应该有高收入 那是愚痴心 那是愚痴心 前世不失 今生才会有财 家人不听你劝 感到气愤 是你没有包容心 心量太狭窄 才会产生恨 心中有这些恶念 所以才会造成你痛苦 不堪的心啊 人间呢 人间呢 所以 台长告诉大家 一个贪心大的人 看问题永远是不干净的 所以悲观的人 一定会有恨 意念散乱的人 一定会有叹息观 就是经常觉得我不满足 我很可怜 我不愿意 所以 因缘不好的人 他一定太贪了 会得愚痴 障碍多的人 缺少佛心 台长告诉你们 一个真事 在美国 有一个黑人的司机 他载了 他是Catexia的 他载了一对白人的母子 孩子 白人的孩子就问他的妈妈 妈妈妈妈 为什么司机薄薄的皮肤 跟我们不一样呢 母亲说 孩子啊 上帝 为了让世界 缤纷色彩 创造了不同颜色的人啊 到达了目的地之后 司机坚持不收钱 他的妈妈说 为什么你不收钱 这个黑人流着眼泪说 小时候 我也问过我的母亲 同样的问题 母亲告诉我说 我们是黑人啊 我们这辈子注定要低人一等 如果我母亲换成你的回答 今天我一定会有不同的成就 所以思维正确会产生正确的行为 学博人首先要随远看到自己的优点 因为我们是佛的后代 是具有佛性的众生 珍惜现在拥有的一切 我们才会真正的知足 才会真正的快乐啊 要想别人快乐 自己先要得到快乐 要把阳光布施到别人的心前 先要自己心里充满着阳光 学博救人 首先要让自己佛性长存 佛德永住 为愿久住沙城节啊 这个就是只有愿力 能够长住在我们这个 充满沙界的这个 结束的这个世间啊 利乐一切住众生啊 所以在红尘当中 不污染 借人间一切 贪嗔痴 利益众生 离苦得乐 有位哲学家 曾经说过一句话 人生就像一只鸟 不拼命的飞 它会摔死 拼命的飞 它会撞死 所以学会自己把握自己的命运 做任何事情不要过急 不要等暴风雨过后 去承受暴风雨带来的灾难 台长解释一下 很多人吵架的时候 不管三七二十一 最后面子拉不下 才会离婚的 有多少夫妻本来不会离婚 因为面子 因为我这句话讲过头了 我收不回来了 希望大家一定不去承受 暴风雨之后的灾难 要在暴风雨来临之前 就学会展翅高飞 学会自己太太要 把脾气之前 赶快出去 消瓶买东西 所以佛说了一句话 人从爱欲生忧 佛陀说 人是从爱当中和欲望当中 才会生出忧愁的 从忧生微 从你的忧愁 才会生出你的害怕 就是畏 畏就是很害怕的意思 无爱及无忧 你不要去对这个事情欲望大 去死爱着这个事情 你就不会有忧郁 无忧及无畏 如果我没有忧郁 我一定是大无畏的 所以去除人间一切 不必要的贪爱 这是学博人的根本 台长今天准备的太多了 因为来不及讲 很多人还要等台长 待会看图腾 想知道自己 今后将来到哪里去了 爸爸妈妈在哪里 家里怎么样 但是台长要跟大家讲一下 看图腾是一个方法 不是目的 看图腾是引领大家相信佛 拜佛 最终目的 还是大家要真正的成佛 要真正的要学佛 所以这是一个方法 让大家相信 这个世界还真的有菩萨存在 希望大家好好地学佛 好好地修行 你们都是未来佛 你们都是一个佛的种子 都是一朵莲花 台长希望我们五十年之后 或者一百年之后 都能在天上坐着这样地方 一起开法会 聆听观世音菩萨 释迦牟尼佛 阿弥陀佛 给我们开示 感恩大家 台长下去换换衣服 谢谢大家 感恩大家 谢谢法师 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 感恩卢君红台长 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开示 谢谢